香港十大結出青年選舉 自1970年創辦後延續至今 近年的劍擊運動員張家朗 現在還有出色表現的明星 例如劉德華、郭富城 都曾經獲得這個名銜 在燈光璀璨的班長典禮上贏盡掌聲 結出青年選舉 已經舉辦了50屆 但在10年前開始 這種風向超超轉移 香港人的關注點 轉為落在另一種類型的年輕人身上 這種關注 同樣最早在尾光燈和放大鏡底下 而大家所關注的新標籤就叫做廢青 在社會的眼中 廢青這個詞語 通常形容一些 沒有學歷 沒有錢 買不到樓 買不到車 沒有在職場上努力向上 沒有掌聲 只是在漫罵聲和嘲諷聲的年輕人身上 而早在廢青一詞還未流行之前 已經有一群青年人比廢青更廢 他們存在暴力的行為 懶惰 沒有責任 我以為是惡魔成勝 而今天所關的案件 發生在2003年4月1號餘人節當日 以一個智力略得於常人的中年男子 被兩個契女亂同幾個青年 當他為活體沙包 在亂棍瘋狂約打7個小時後 全身形成70多處傷口 雙重身亡 最後更還我在街頭 而泛汗的兩男三女 平均年齡只有20歲 為何以契婦女相稱的人 最終會成為敵人呢 當眾又因為什麼事 而產生出這麼深仇大恨的案件呢 他們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 大家一起跟著吳Sir來了解一下 大家好 歡迎來到Z檔案 我是重案調查員吳Sir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案件就是 暴力少女弱得弱智契爺泡斯案 案件中的受害人叫翁楚卿 以1961年出生 案發當年42歲 而翁楚卿的智力不及常人 而且口齒不清 大家都說他是痴理根 亦都因為這樣 而翁楚卿只能做一些沒什麼門檻的清潔工作 月薪3000元左右 雖然這份工作收入不高 但都總算叫做自食其力 有兩餐溫飽 翁楚卿雖然智力不及常人 但他早年都結過婚 他和前妻所生的兩名子女 都因為遺傳的關係 而出現不同程度的智力問題 翁楚卿原本和老婆 住在黃大仙的鳳德村 但他們夫妻生活並不是很和諧 他們經常都會有爭辯 而且翁楚卿 甚至還會向老婆作出家暴的行為 除此之外 翁楚卿平日都有淤酒的習慣 他有空就會喝兩杯 當他喝醉之後 多數就會去到鳳德村的商場榴槤 而有一天 翁楚卿再次喝到啪啪枯 他見到路人走過 就會向對方踏散 一般正常人見到這樣的醉酒佬 多數人都會走甲不休息 唯獨是有一個路經此地的女生 並沒有拒絕她的踏散 而這個女生 她就是案件中的女主角 密善兒 1981年出生 案發當年22歲 當時密善兒只有十多歲 而他也是一個不學無術 經常都游手好走 在街上遊蕩的邊緣少年 他可能覺得 吃到的朋友都沒什麼所謂 於是對翁楚卿的踏散 他並不抗拒 在一番的對話之下 二人都覺得對方十分頭緣 但是因為年紀相差得有段距離 所以他們就想契 成為了契爺契女的關係 16歲的密善兒 經常可以從翁楚卿這個契爺身上 獲得金錢上的幫助 但是沒過多久 密善兒就因為犯了事 入了雷同院差不多兩年半 當他離開雷同院之後 冒業的密善兒 就更加依賴契爺翁楚卿的關照了 平時的日常起居 都是由對方出錢照顧的 有陣時 密善兒還會去到翁楚卿的家寄居 甚至與翁楚卿發生一些曖昧不清的關係 熟悉密善兒的朋友指出 密善兒不用工作 他有時會回家問媽媽拿錢 有時就會申手叫契爺付錢 但是他的契爺從來不介意付錢他使用 可以看得出 他契爺很喜歡這個契女 而這件事 後來被翁楚卿的老婆發現 兩個人隨即被他老婆說出家門 最後 翁楚卿和他老婆 就因為這件事而離婚了 之後他就和密善兒搬到他的紅磡 造了他七咸杜筆 238號二樓私室的一個劏房單位 但是其實 密善兒是一名同性戀者 而且他一向都是留短頭髮 戴眼鏡 無論打扮又因為在行為上 他都表現出十足劏勃的款 而他有一個同性的女朋友叫李慧恩 他1980年出生 案發當年23歲 密善兒和李慧恩私底下以老公老婆相稱 感情關係似乎非常好 所以李慧恩都跟著密善兒 稱呼翁楚卿為乾爺 並且同住在私室單位裏面 因為翁楚卿的智力比常人低 又經常持不達意 所以經常都會被人欺負 而住在他們鄰居鄰居也不例外 住在他們家鄰居鄰居鄰居的 就是21歲的李坤剛 和他21歲的女朋友梁佩琦 以及17歲的林偉傑 李坤剛和梁佩琦的工作 是運輸處統計員 而林偉傑任職汽車維修員 根據李坤剛透露 翁楚卿是一個很容易被人欺負 很小膽的人 是兩個女鄰居密善兒和李欣慧的乾爺 而翁楚卿又有偷窄的習慣 李坤剛認為翁楚卿的行為很欺負人真 所以 有時候惡有發洩生活上的壓力 就會以偷打翁楚卿來出氣 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李坤剛才知道 翁楚卿的智力有些問題 而且他辛苦做事賺回來的錢 經常都會被密善兒握握正 事關密善兒是一個成年人 但日常生活起居 就一直都是由乾爺翁楚卿提供援助 而且密善兒對翁楚卿很差 完全沒有當對方是親人又或者是朋友 只是當他是一部提款機 不斷摘取他每月僅有的人工 用作他自己的洗費 李坤剛對於密善兒的做法十分不認同 在看不過眼之下 他決定趁密善兒不在的時候 向翁楚卿獻計 李坤剛建議翁楚卿取消在銀行出糧 而果以用支票出糧 這樣一來 就可以令到密善兒查不到他的銀行戶口 從而不知道他每個月的薪金 繼而無法略取 但是翁楚卿對密善兒 一直都是言聽計從的 在2003年3月30號 翁楚卿竟然自行對密善兒爆香口說 有人教我不要給你錢呀 當密善兒聽到之後腦袖成怒 馬上就向翁楚卿翻舊了 他說 你以前偷看我的女兒洗澡 欠我七萬七 快點寫一張借據給我 雖然翁楚卿的智力低於常人 但是他都不甘示弱 斷斷斷續續說 寫寫這句給你 我肯死啦 其後密善兒聽到他這樣說 即時面色一沉 然後順手撿起一個衣架 向翁楚卿揮過去 翁楚卿看到這樣的情況 一直用手抵擋 一邊口疊疊地說 我寫寫不寫都不會還錢的 未知是甚麼原因 密善兒知道是李坤剛向翁楚卿獻 於是就跟李坤剛的女朋友梁沛奇投訴 好了 希望可以挑撥離間 之後密善兒又去找李坤剛 當面就罵他 釋責他為甚麼要這麼多事 問他為甚麼要教宋翁楚卿 不再被家用自己洗 本身出於好意 想為翁楚卿出謀獻 希望可以令到他迷途知犯 竟然被調轉槍頭出賣自己 整件事 令到李坤剛覺得十分激氣 同日晚上11點鐘 可能是想幾個人當面對質 三口六面講清楚 密善兒將翁楚卿 強行從私室 拉到李坤剛所居住的B室 李坤剛見到密善兒怒氣匆匆 都還未等到翁楚卿開聲 李坤剛就已經知道發生甚麼事了 所以就先下手為強 大聲罵對方 他說 你條兩頭蛇 我幫你 你怎麽要拜向後 將這件事告訴密善兒 這句話一講完 李坤剛就開始對翁楚卿拳打腳踢 完全不給機會對方做出任何解釋 而同住在B室的林偉傑 一直都對密善兒有意思 平日就已經想討好他了 這一刻可能是想趁著機會 在密善兒面前表一下自己 他立刻都怒火中宵 打完一份 李坤剛捉住翁楚卿的頭髮 開始一連串的暴力行為 用腳反方向翁楚卿的身體踩踏 更加用接彈作為武器 他們的暴力行為 令到翁楚卿苦不堪言 翁楚卿很快就已經身受重傷了 在場的李慧恩和梁佩琪想拉開李坤剛 但是就不成功 密善兒見到這樣的場面 並沒有對自己的契爺有一絲七人之心 而是命令在場的人 聲稱要教訓翁楚卿 要他知道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 在旁邊的林偉傑 想一條鐵通遞給李坤剛 而林偉傑就拿起一支女性的地拖 兩個人不停攻擊翁楚卿 而密善兒也不執輸 以捷登對翁楚卿實施暴力行為 翁楚卿面對著眾人的屍襲 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 加上他口齒不清 只會在那裡 哎呀哎呀這樣叫 其後 除了梁貝奇之外 他們繼續對翁楚卿的身體各處 交替進行屍襲 三個人一直由晚上的三點鐘左右 以攻擊翁楚卿作為樂趣 一直到翌日的凌晨四點鐘 之後密善兒和李慧恩回到屍室 凌晨五點鐘 李坤剛和李慧恩要外出上班 只有林偉傑一人繼續向翁楚卿施集 2003年的4月1號 當日是餘人節 早上約九點鐘左右 李坤剛和李慧恩收工回到家 之後李坤剛和林偉傑 繼續用拳腳勾帶翁楚卿約半個小時 李坤剛最終竟然用水喉通 向翁楚卿的頭部揮過去 翁楚卿大叫一聲 隨即倒臥在地上 但是李坤剛並沒有理會 和女朋友梁貝奇回房睡覺 當李坤剛和林偉傑等人睡醒一覺 時間已經到中午1點鐘了 他們驚訝發覺 翁楚卿仍然睡在原地 但是已經全身僵硬了 在這個時候 在場的所有人士才開始懂得害怕 於是 幾個人合力將翁楚卿移動到廁所 切法令僵硬的部分組織軟化 他們用熱水在關節位置不停淋灑 但是完全沒有用 梁貝奇去到旁邊的屍室 叫醒密善兒 對他說 翁楚卿已經返文佛術了 叫他快點起身幫忙處理 當所有人都到齊之後 林偉傑提議 將翁楚卿移師到後巷 造成被人打劫的假象 當時林偉傑的主意沒有人敢反對 所以五個人就合力 將翁楚卿移師到紅磡華風街的後巷 在他們四圍張望 確定沒有老人經過之後 就開始行動了 當他們完成之後 接著五個人就匆忙離開 更加將所有翁楚卿的衣物 踢到彎仔的垃圾房裡面 企圖毀滅罪症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 天網灰灰 最終都只會疏而不漏 現場有一條鎖匙 最終令他們難途罪責一一被捕 當日 一名水店舖的東主 經過華風街的後巷 驚訝地發現 一名男子倒臥在現場 讓他走近一看 發現這名男子衣衫不整 頭部和面部有大量雨霜 於是立即報警處理 救護員說到現場之後 證實這名男子已經身亡多時 無須送遠 而這名男子正正是翁楚卿 警方封鎖現場搜集證據 很快就在翁楚卿身上發現了一條鎖匙 警方憑藉著這條鎖匙逐家逐戶查問 很快就成功在華風街附近找到凶案現場 第二天也火速破案 拘捕兩男三女 根據驗試結果顯示 以翁楚卿身上有多達70處的雨霜 胸部和背部的傷勢最為嚴重 相信身前曾經遭到殘忍的虐待 而翁楚卿左邊的身軀 有多處與地面磨擦而造成的損傷 因此可以推斷 應該是被人拖移到案發現場後巷所形成的 2004年4月20日 案件在高等法院開審 被告人李坤剛、密善儀、林偉傑否認謀殺罪名 李慧恩否認阻止埋葬罪名 而梁沛琪就認罪 經過審訊 在2004年5月12日案件判刑 5名被告分別為21歲的李坤剛 22歲的密善儀 18歲的林偉傑 23歲的李慧恩 和21歲的梁沛琪 辯方大狀為五人求情的時候說 5名被告是時下頹廢青年的寫照 他們的生活混亂困苦 而且夠程度偏低 經常都會失業 每天都會睡到日上三綱 平時的生活都是萬無目的 他們的財政困難 不時以貸款 又或者靠其他人的支援去生活 當其中一個人有事 其他人只會協助 而並非報警處理 李慧恩和梁沛琪 只是為了幫助他們而捲入案件當中 因此希望可以獲得輕判 但法官包宗善薇 在判案時指出 李坤剛是案件中的首領 和另外兩名被告 長時間襲擊死者 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而罪中致命 當中的行徑十分殘忍 而其餘的兩名被告 包庇同黨、參與棄屍 案情性質相當嚴重 最終李坤剛、密善儀 他們兩人謀殺罪名成立 判處終身監禁 案發當年年近17歲的林偉傑 謀殺罪名成立 至少入獄25年 而李慧恩處謀妨礙司法公正罪名成立 判監4年 梁沛琪因為認罪 最終獲得輕判 入獄2年3個月 之後除了梁沛琪之外的4個人 不服定罪及判刑提出上訴申請 2006年2月1日 上訴庭作出裁決 李坤剛、李慧恩和林偉傑的上訴申請被駁回 維持原判 但是最諷刺的是 此作勇者的密善儀上訴申請 竟然不能接納 最終退翻裁決 原因是被害人致命的主要攻擊時間 似乎發生在密善儀 在房間裡睡覺的幾個小時之內 所以法官最終取消對他的謀殺罪名 另外在2004年案件審訊時 原審法官未就合謀這個字眼 適當引導陪審團 因此推翻裁決 對他的謀殺定罪及判刑取消 改為對身體造成實際傷害的攻擊 2006年2月21日 上訴庭認為 密善儀已承認對身體造成實際傷害的攻擊罪名 只是未獲控方接納 在這種情況下 應該給予3分之2的扣減 所以最終半住兩年有期徒刑 這宗案件已經過了20年 除了終身監禁的主犯 幾名蟲犯早就已經放了監 他們可能改過自身 展開了新的生活 但也有可能繼續頹廢 墮落在深淵之中 但受害者翁楚卿 就再沒有機會為自己平凡的人生而努力 案件中的女主角密善儀 自小就犯事 可以見到她的自我約束能力差 法律意識更薄弱 案件當中五名年青人終有無所事事 不懂得感恩 遇到有不合自己心水的事情就訴諸暴力 因為一時的衝動而做出後悔終身的事 如果當時五個人之中 有一個想真點其中的利害關係 或者就不會有這樣的悲劇發生 吳Sir認為 大多數年青人的法律意識薄弱 處於犯罪心理學家稱之為危險年齡的階段 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課 如果家庭可以提供到正面的教育 相信社會上 這一類年輕人犯罪的悲劇 就會太太減少了 大家對這宗案件有甚麼想表達或評論的 歡迎在留言區內告訴吳Sir 希望可以製作更多優質的影片 以及會員優先體和專家的片段 希望大家熱烈支持 若然吳Sir最速的案件 可以引起你有共鳴 請你動下你的手指 用SuperFans支持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